男人突然被一桶水浇醒 他假装被枪刀趴在地上 然后不停地用手指扣嘴了 很快就掏出了一枚药丸 接着悄悄丢进专方里 但审讯他的人却毫无察觉 原来男人是地下党 但在跟上级接头时却被抓了 上级为了掩护他逃跑 当场被伪军给击毙了 而他最终也没能够逃脱 当他被抓到特战总部时 潜伏在这里的黑仔看到后不淡定了 因为李杰是他的上级 所以趁着冯曼娜出去时 他就怂恿陈嘉伦去审讯李杰 明面上是给他个立功的机会 实则是想将李杰救出去 但审讯了一番后 李杰只说自己是开照相馆的 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 于是黑仔就假装把他撞晕 然后让陈嘉伦出去提桶水来 但黑仔还是将药塞进了他嘴里 紧接着陈嘉伦就回来了 直接一桶水将李杰泼起 李杰假装被枪到跪在地上 强行用手指抠出了吃下去的药片 然后悄悄丢进砖缝之中 黑仔看得是万分交集 这下真的完蛋了 李杰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要保住黑仔的卧底身份 因为打入鬼子内部太难了 李杰本以为自己不交代就行了 但他绝对想不到 冯曼娜居然抓到了照相馆的伙计 也是他们自己的同志 但由于小伙计加入不久 所以在一番酷刑之下 很快就交代了所有事情 认识吗 认识 李杰听后彻底绝望 但他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小伙计虽然不知道黑仔叫什么 但却不止一次地见过他 于是第二天青木亲自带队 将特战总部围了个水泄不通 就是要抓住其中的内奸 冯曼娜怀疑的对象是陈嘉伦 说因为当时抓捕李杰时 就是他的手下从中作狗 最终差点导致李杰跑掉 接着他又跟青木耳语了几句 随后特战总部的所有成员 都被叫到院子里 旁边还有重兵看守 当黑仔看到二楼上的小伙计时 知道自己可能要暴露了 青木说你们当中有人是共党 接着就让小伙计开始指认 当他看到下面的黑仔时 又吓得紧忙低下了头 只要你把他指出来 也可以饶你不死 上 黑仔见状傻在了当场 李杰为了不让自己暴露 居然选择了拉着小伙计一起死 但这也是李杰最终的宿命 他要保证黑仔不暴露 接着鬼子将两人带去医院抢救 经过医生的诊断他们已经死了 可就在此时 昏迷十多天的胭脂居然醒了 黑仔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因为这是青木给他的任务 就是要拉拢胭脂加入特高克 但冯曼娜却红了双眼 胭脂不仅抢他的风头 现在就连男人也要跟他抢 那么尝尝 那么尝尝